新盤焦點 今天的主角就是西營盤的上日 位於德庫道西328號 是一個社區重建的項目 發展商就大紅花興業 一間房地產發展公司 不過整個集團的最主要業務是做收租佬 由香港庫商梁少鴻博士創立 在香港有鋪王之稱 因此整個集團在香港有超過100項的收租物業 包括一些寫字樓工業停車場、酒店和服務式住宅 近年集團都會建一些甲級寫字樓和精品酒店式住宅 而上日就是其中一個項目 上日的前身是安慶樓 4年前由大紅花以7億強拍統一了業權 總投資約10億元 會興建一棟33層樓高的商住物業 樓下就是街鋪 對上就是會所 再對上樓到33樓就是住宅層 樓形含蓋開放式去到3房 由213呎去到666呎 主打就是一房和開放式的小單位 昨天就剛剛公佈了首張假單 總共50伙 入場最便宜的赤價有17,283元 截實的平均赤價是19,619元 開放式最便宜213呎380萬 一房最便宜268呎485萬 兩房最便宜389呎719萬 這口價比同區的立買盤便宜了一成 樓盤的定位就是上車投資收租 預計落城之後的赤足可以去到65至80元 租售比都相當高 租客群最主要來自中上環的上班一族 或者是過去香港大學上學的學生 樓盤的優點就是地理位置方便 去西營盤或者香港大學站 大概是6分鐘之內都可以走到 而中西區屬於一個舊街區 到街上吃的東西買的東西都有 缺點方面整支樓就是一支牙籤樓 放到城中心四周都是舊樓包圍著 唯一好少少的警官都是望回街 警官是相當局困 不過你住得市中心都遇到樓對樓 所以對於環境警官有要求的人 這個盤就未必適合 但是對於追求方便便利的上班一族 或者是買樓收租的人士 可以值得一想 你們覺得呢? 今天時間就是這樣 我是路易少鵝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